我是老胡 欢迎收看胡侃 日本不顾周边国家的反对 计划呢 本周四开始向太平洋排放福岛核污染水 他敢这样干 是因为呢 获得了美国的支持 进而呢 得到了国际原子层机构的站台 在美国的压力下 尽管韩国民众反对 但韩国政府也于今年7月初 正式认可日本排放核污染水的安全性 韩国的抵制进一步弱了许多 目前继续站在反对日本排放一线的 是中国和太平洋国家 德国等欧洲国家也不支持日本向海洋排污 但相关的音量太低了 这将是一个非常恶劣的先例 日本呢 他为了降成本甩包袱 把相当于500个奥运会标准游泳池的核废水 直接排入公海 据外媒报道啊 中俄上个月曾联合要求日本将经过处理的核污染水 蒸发台湘打气 减少呢 对周边的影响 但是日方拒绝了 东京呢 他就是想省钱 美国呢 因为政治原因 也因为自己离得远 而袒护日本的不道德做法 这样的先例终将产生恶劣的示范 造成深远影响 他肯定啊 会对其他国家向公海排污形成某种鼓励 将使国际社会阻止向海洋做恶性排放 变得更加困难 华盛顿夸奖日本排放核污染水的决定过程呢 公开透明 他对公正性的定义标准太低了 国际原子能机构给日本站台的态度更是轻率的 他表示日本核污染水经过处理后的放射性危害 可以忽略不计 如果真是这样 日本他为何不在本土就地放掉那些无害水呢 所谓的无害水啊 他们甚至应该把那些水做成瓶装的贴上辅导标签 由国际原子能机构带头引用 人类从未像海洋如此大规模的排放过核污染水 国际原子能机构也从没有过这种规模排放 究竟会产生什么后果的经验 日本自己的渔民也都反对排放核污染水 因为他们知道排放之后 日本的鱼类等水产品肯定啊 很难再向世界卖了 反正呢 不仅中国人韩国人和其他亚洲人 大概率啊 都不会再吃从日本进口的金枪鱼啊 三文鱼了 日本沿海生产的那些鱼类全都留给日本人自己吃吧 或者呢 给日本的盟友 美国人吃 台湾民进党啊 也应该贡献一些胃口 相信啊 日本的一些其他食品也会受到牵连 洋流呢 会把日本排放的核污染水带向全球的海洋 反正啊 咱们中国大陆外边呢 还有第一岛链 我们沿海受到的影响会相对小一些 那些岛链上的地区和国家 以及韩国太平洋岛国 包括西太平洋的国家 都可能受到更大的影响 中国对日本排污的反对 是为了国际公益 美国呢 却在那里放水 最后更着急的 应该不是中国 我觉得啊 不排除一种可能 日本排放那些核污染水之后 中国大陆水产品在国际市场的价格 反而呢 会比其他地区的水产品价格相对上升 日本他给美国当走狗 看来呢 还是有点好处的啊 那就是由于华盛顿的支持和包庇 西方舆论对日本排放核污染水的指责降到了最低 欧洲呢 他很重视环保 对日本干这个勾当呢 当然是不高兴的 但欧洲的带头羊 德国也只是表示不欢迎日本排放核污染水 西方七国集团会议呢 没能表达对日本排放核污染水的支持 但欧洲的态度呢 毕竟太软了 不过啊 袒护日本的好处都让美国拿走了 日本呢 会对华盛顿更加福手贴耳 但是代价 包括直接代价和间接代价 要由几乎都有海岸线的西方主要国家 共同跟着承担了